台南市登革热疫情每天数字都以百人攀升 今天更是经由疾病管之处判定 台南已经有四人因为登革热死亡 1983人罹患病例 身为美国哈佛公共卫生硕士的市长赖清德 今天亲上火线 到疫区工地进行病霉纹记查工作 工地现场满是宁宁及积水 废弃轮胎更是积水 整个工地俨然成了病霉纹的资深温床 赖清德大怒开发 除了家家户户都应该要清除以外 社区的空地空屋尤其是工地也应该要加强 我们经过一个多月左右的清除 目前我们发现家户的这部分已经陆续完成 但是空地空屋还有工地甚至屋后巷 这个是重点 我们清查的结果通通都在这些区域里面 发现阳性的容器 因此在我昨天主持的登格热防治中心会议的时候 做成决议 这个阶段的重心将移到这些地方来 包括空地空屋工地跟屋后巷 今天我来特别来到这个工地来视察 看看有没有冰霉纹资深温 但是一如所料 我们在几个地方都找到了阳性的决绝 冰霉纹的幼虫决绝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依法开法 这个是绝不宽待的 学校放暑假也即将开学 学生更可能因为冰霉纹叮咬而罹患登格热 赖清德也表示 校园也开始进行做病霉纹资深的工作 更要求第一天的返校日 友善校园的登格热防治宣导 更要求学校老师不一定要规定 学生要穿短袖的制服 可以穿长裤长袖 并且喷洒消毒水进行防治 校园的防治工作已经展开 除了利用返校日做病霉纹资深的工作以外 那我们也特别要求在第一天的返校日 友善校园这部分能够做登格热防治的宣导 那我们也特别要求学校的老师 允许学生不一定要穿短袖的制服 应该可以穿长裤长袖 然后颜色比较轻的衣服 那这样子的话一起做资清 然后做适当的防护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保障我们学生的安全 公务局长吴宗蓉表示 这个工地被击查出无数的病霉文绝学 将勒令停工两星期 并交由环保局及卫生局进行复查 复查通过才可以继续动工 如果两个星期复查没有通过 将继续开发停工 记者黄俊怀 林志德 台南部了